当然这里面还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编撰这个 开张87信演播地图 那这里面包括了三个演播 一个是血缘 一个是神言 一个是文言 那所以我们今年也开始 在编修我们开张城市的总谱 他这个原因是这么来的 当时就是在定下计划 就是要把这个开张87信始祖文化 把它能够框架性的呈现出来 那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准备这个工作 一直到今年的这个四月份 才基本完成了这些架构 所以我们这次呢 就是先把它展示出来 这是一个它的历史言格 让我们说决定 要把我们开张的群体展示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在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我们开张城市的这个始祖 包括我在内 这个是我们开张城市后代 那我们开张城市始祖 是唐规德将军成正 那从成正将军算到我这里 我是第44世 这是我们开张城市始祖 那我们开张圣王是 我们这个城镇将军的儿子 他是开张二世吧 二世祖 但是呢就是说 根据这些相关的史料记载 他以历史言格 这个开张圣王呢 被称为是开张贡主 闽台圣宗 很多的这种称夫 但是这个所有的称夫 都可以看到 成元光就是开张87姓的始祖 因为他是贡主嘛 从成元光这边开始成为贡主 所以我们认为啊 就是开张圣王 是87姓的始祖 大约是这两个概念 那我们就是大家探讨一下 这也不是说我们 说这个就算这个 大家就探讨一下 满探讨一下 是大约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下期再见